没有想到比赛之前却爆出了内定的说法 外传杨宗伟早就已经跟湖南卫视所属的娱乐公司签约 当然杨宗伟是否认的 只是听到这样传闻 他的心情也受到影响 他在这个微博上面写说 还是应该要平静的看待所有是非 不过不管他还是赢还是输 其实呢自从败布复活之后 杨宗伟的身价就跟着水涨船高 现在已经有20场商言得着他 深情款款 歌声动人心悬 杨宗伟奋力一搏果然复活成功 好不容易一路撑到总决赛 不过在比赛前却爆内定 外传杨宗伟早就和湖南卫视所属的娱乐公司签约 就算赢了恐怕也不光彩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绝对不可能 因为一路上我也被淘汰 对 所以绝对不可能 不要听信这个 激励撇清内定说 但传言似乎让杨宗伟很困扰 在微博PO文说要用平静的心情 去看待服饰的所有是非 而一战而红 身价也跟着翻掌 以前忘了告诉你 最爱的是你 现在想起来 最爱的是你 我以前忘了告诉你 最爱的是你 一首最爱在半决赛逆袭夺冠 目前有超过20场的商演邀约